台中市一名红杏妇人跟丈夫分居之后 带着四名子女回到娘家 结果娘家父母出门忘了留钱给她 九个月大的儿子没有奶粉喝 她只好向远景来借钱 好心的远景不只是买了奶粉跟尿布 还集资送来了棉被 让这孩子妈妈好感动 被这九个月大的娃儿 这个妈妈好着急 冲到派出所求救 因为她儿子饿得哇哇大哭 身上却半毛钱也没有 真的买本都没有 我去找朋友 朋友刚好不在 那天就是我刚好姑姑 我妈妈爸爸去我姑姑那里 我就走走走 真的没办法就跑去派出所 好心的远景赶紧买了尿布和奶粉 还集资送来棉被 突然间吃的用的通通都有了 孩子的妈妈感动的快要哭了 有时候觉得我妈妈 小孩子比如说要买东西 还是什么 没有妈妈拿这样 为什么身上没钱还让孩子挨饿 原来是娘家的爸爸妈妈出门去了 这名洪新夫人到处借不到钱 只好骑机车从摊子骑到神钢 向派出所的远景借钱 这名洪新夫人有五个孩子 最大14岁最小9个月 和丈夫分居之后 带着孩子住在娘家 孩子年纪小无法上班 手头又没有急许 幸好有远景送门就急 任陈思议员台中采访不到